大家好,我是Sammy 2023年是加息之年,以前存款零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把錢拿去銀行做定期存款 閒閒的都四來幾息,做什麼東西投資 放在銀行做定期存款不好嗎? 不過大家如果有留意國際金融新聞 就會發現美國很多資金在過去一年湧進去買貨幣市場基金 Money Market Fund 還一樣有4.5厘的收益,蝕本風險又低 但香港比較少人提 究竟貨幣市場基金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麼高有這麼穩定的收益? 是不是真的可以取代定期存款? 而買賣貨幣市場基金的話,有什麼要留意呢? 富途現金部其實都是貨幣市場基金 他們最近說有9.7厘匯報,究竟為什麼會有這麼高? 今次就跟大家一一拆解 還有,記住看到片尾,因為會有優惠送給大家 開始前先做一個免責聲明 影片內容是市場綜合資訊和個人觀點分享 並不涉及任何投資建議 投資可升可跌 大家入市前移行兩風險 另外,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Samsam Channel是我的個人頻道 會講一些沒什麼時間性的理財資訊和生活話題 至於想緊貼財經資訊的話 就要訂閱理財KOL YouTube頻道 我會每逢星期六或日更新更新的最新市況 貨幣市場基金就是某個認可拿了牌的機構 集大眾的錢去做一些超低風險的投資 購買的資產會包括短期的政府債券、政府票據、商業票據、短期銀行存款證等等 這些資產通常都是收息為主 而且因為投資年期很短、變現能力很高 所以一般會視為極低風險的投資 在以往低息的環境下 這些貨幣市場基金的回報是很少的 少到差不多沒有 所以都沒有什麼人特別去留意 可能大家手頭上沽了一些股票或基金 有一筆限制的資金在手有沒有地方投資的話 於是就會放在貨幣市場基金上避險 所以在這一回合加息前 貨幣市場基金主要視作為一個Parking Fund 不過去年整個形勢都不同了 因為在央行連回加息之下 債息升了很多 連帶其他資產的息率都升不少 原來現在有些美元的貨幣市場基金 收益已經超過5厘 面對風險有沒有股票債券那麼大 那為什麼不放進去呢? 所以越來越多人都未必是視這個Money Market Fund 做一個Parking的地方 而是真的會放些錢進去做一個資金增值 那根據美國投資公司協會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一個坊間叫ICI 這間公司的統計 他說接資到10月25日 貨幣市場基金的總資產規模 已經達到5.63萬億美元 那就是有多少呢? 之前大陸就說發1萬億人民幣國債去刺激經濟 分析員都說規模很大 那5.63萬億美元 大家可想而知規模是大多少才行? 那就是今年有多少錢流入了Money Market Fund呢? 看這個路易斯聯署的經濟數據網站 看到2018年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規模已經顯著上升 到2023年第二季 貨幣市場基金資產規模就達到5.917萬億美元 那麼多 還高於現在10月 沒有辦法 因為第三季美國政府拍賣國債 吸了一些資金過去買美債 所以貨幣市場基金的規模就跌了 有很多人會經常拿貨幣市場基金和定期存款做比較 因為銀行定期存款都有4.5厘息 貨幣市場基金現在都有差不多的回報 但其實兩者是完全不同的產品 各有優點和缺點 大家先了解再看看適不適合你們 銀行定期存款最大好處是保本 只要銀行不收取就不會虧錢 而且回報透明度也很高 大家做定期那一刻 銀行告訴你多少利息 到時你就一定收回這麼多利息 是保證的 另外穩陣程度又會高些 因為你的交易對手只有銀行一個 而香港對銀行的資金水平監管的要求都相當高 違約風險真的不算高 就算真的不幸運 真的有銀行倒閉的話 香港法例都有存款保障 只要定期存款年期不是超過5年 都會在保障範圍內 最高是有50萬元的保障 而最後一個好處就是 它沒有交易使費 你賺到多少利息是完全代替的 不過定期存款的不好處就是 首先它的回報是否真的這麼高 其實也未必是有4、5厘這麼高 因為坊間那些高息4、5厘的定期存款 很多時有附帶的要求 最常見就是大家要存入新資金 即是要將錢由A銀行搬到B銀行才有 有些人真的未必有這麼多時間 將錢搬來搬去 有時有些朋友沒有支票戶口 要將錢搬去第二間銀行 你抬十多萬在街道到處走 很危險 開本票的話又是要付費 所以挺麻煩的 有些銀行還會有資金要求 例如你要存款100萬以上 甚至有些要你做任務 例如要買一些理財產品 才會給你4、5厘高息 如果你無法達到有關要求 只會給你一個很普通的定期存款息率 如果大家用舊資金去做定期的話 我今天在網上就要查完你 畫面見到這是某大發鈔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 真可憐 連一厘都沒有 當然如果你是Private Bank的客戶 你可以直接批個RM 給你一個Land Rate 因為銀行都不想你的大客人的資金離開了 但Private Bank 要起碼有7位數字以上的存款才可以考慮 而最大的不好處就是 定期存款的流動性非常低 你做定期那一刻就要決定 如果真的有資金需要提早拿出錢 是要罰息的 有時你罰那塊錢還會多過你所收的利息 哪上就會虧 還有你做定期之後 回報是不能變的 4厘就是實收4厘 在加息週期內有跑輸的風險 過去一年就發生了這個情況 就是今個月做了一年期的定期存款 誰知道下個月原來銀行做4.2厘 再遲些就4.5厘 再過一段時間又5厘息 但是因為你已經做了一年的定期存款 夠錢又不能動 那伯伯就好像虧了一厘息 不是馬後炮 一年前在香港進入加息週期前 我拍了這段影片 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做一些太長年期的定期存款 結果都回應了 貨幣市場基金又有什麼好處和壞處呢? 先說好處 就是它沒有一個所定期的 你可以隨時放夠錢進去 又可以隨時拿出來 大家在資金調動的彈性上就會大一點 而貨幣市場基金的入場門檻也不高 有些平台100元就可以參與 又不是有什麼新資金要求等等 即是沒有那麼多限制條件 收益方面就是逐日計算 今天它給你這個收益 明天是有機會多了 在加息週期下大家就可以賺盡 反過來遇上減息週期 基金派的收益有機會越來越少 邊商回報就沒那麼高 到時就拿出來投資其他東西 另外貨幣市場基金也不是保本的產品 因為它也有管理費 所以管理費一般會較主動型股票基金 或者債券基金低 但也算是有 大家平時不覺得它有收 因為它的管理費反映在基金價格內 如果在零息環境下 基金沒有收入 但又要付管理費 那就有機會付回報 但這個情況極少出現 而且開始減息時 大家就會拿出錢 反正零活無所定期 還有 如果不幸運買著一些違約的資產 基金要為這些資產撇帳的話 都有機會出現一個負收益的情況 所以大家投資貨幣市場基金的時候 都要了解背後賣了什麼資產 說到收費 有些平台都有機會收回應購或熟回交易費 不過香港有些平台可以豁免收這些交易費 所以大家挑選平台時也要留意 至於風險方面 貨幣市場基金會高一點 因為如果基金發行商出市 都有機會違約 但其實你買的產品都得到監管當獨 review 風險都是可控的 而且近一年貨幣基金都是100%正回報 所以大家都不用過分擔心 聽完上述的分析 大家就應該知道貨幣市場基金和定期存款的分別 雖然貨幣市場基金都有它的風險 但其實它的風險就不算很高 因為片頭也說過 很多貨幣市場基金買的資產 其實都是國債和定期存款 違約風險其實真的不高 我個人認為 如果大家是屬於一丁點風險都不想去面對 覺得穩穩陣陣收四五利息已經很滿足 而大家又可以滿足到銀行的存款條件 即是不介意花時間把電池搬來搬去 這樣做定期存款就較為合適 但如果你是可以冒少少風險的人 而且有少少野心 將來見到其他投資的機會 就有機會調動資金去其他地方投資 例如買股票去賺取更多回報的話 貨幣市場基金的彈性度就會較適合你們 另外如果有些人工作繁忙 沒有時間經常將錢調來調去 又或者沒有那麼多資金的朋友 達不到銀行高息存款的資金要求的話 都可以考慮透過貨幣市場基金賺多一點回報 在哪裏可以買到這些貨幣市場基金呢? 其實很多的銀行、基金平台、證券商、甚至強積金都有 但大家買的保守基金都是貨幣市場基金 而很多散戶用的富途牛牛 他們都有貨幣基金 它就是現金寶 它旗下都有10隻貨幣基金給大家選擇 當中有美元貨幣基金和港元貨幣基金 圖中顯示的數字就是每隻基金的7日連化收益率 看到收益率一般都超過4厘 一般來說,美元貨幣基金的收益會比港元貨幣基金高 而根據富途的官方數據 截至10月26日為止 過去一年的美元貨幣基金收益率 平均都可以做到4.7厘回報 但要留意 第二,如果投資美元貨幣基金 就是要用美元來買 不過在聯繫匯率之下 大家買美元的匯兌風險其實不算很高 除了7日的收益率 大家也可以看不同年期的收益率做一個比較 你還可以看這隻基金持有什麼資產 幫大家選一隻合適的基金 富途現金寶沒有鎖定期 入場門檻又低 100元都可以參與 有沒有應購費和熟迴費 當大家熟迴的基金後 一般就是T加1或T加2已經可以到帳了 我片頭也和大家說過 有優惠會帶給大家 就是富途送出的開戶獎賞優惠 最高可以達到1700港元 其中重點想說 就是這個六送一開戶優惠裡 有一個5%的收益券 大家都可以用這個現金券來買基金 包括現金寶底下的產品 如果大家用來買一些美元貨幣基金 剛才說過一年的收益率有4.7% 假設它之後都可以做到這個回報 再加上5%的收益券 就可以做到9.7厘的回報這麼高 不過這個5%的收益券都有使用限制 我的期限只是一年 活動的金額上限就是2萬港元 而富途還特別向我的粉絲送多300元的現金券 不過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跟足以下流程去做才可以得到的 就是下載完APP之後 在開戶登記個人資料之前 先去遊客的人選擇活動中心 然後在上方的兌換中心入面 輸入我這個專屬優惠碼SAMMYG 登記完之後再填個人資料開戶才可以得到的 如果大家開了戶才登記的話 他以為你是救客 那就沒有了這300元 那怎樣可以領取到這個5%的收益券呢? 在富途的APP底部選擇理財 然後按入中間的立即領取 入到這個頁面 拉到下面再領取收益券 之後大家選擇你想買的基金 入完認購金額之後 記住在下面就要選擇剛才領取的收益券 才可以得到這5%的收益優惠 另外如果大家有朋友 二人同行的話 還會每人額外送多200元的超市禮券 不過同樣要在開戶之前 聯絡富途的客戶服務 登記你朋友的資料 確認了才會有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拉開影片的資訊欄 找到這些優惠的詳情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這條影片有用 記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Facebook、IG和Patreon 多多支持 下次見拜拜